平常孩子要生个病啊 大女儿现在也在读书对吧 跟她一起聊一聊天 讲讲睡前故事 或者帮她问问课什么的吗 这事一般的时候她妈做的比较 那都是很少的 她有时间就是在外面跟朋友喝酒嘛 所以我才生气啊 孩子也不管 家里也不管 你看刚才你说了 你腿摔了 她没照顾你 孩子生病她管吗 哎呀 其实这事我更生气 有一次孩子发高烧 也是晚上嘛 然后她跟朋友在外面喝酒 我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 就说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然后后来左等右等 她也没回来 后来没办法了 我又给她打了一次电话 就关机了 我就来气了 你当时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没说那个孩子发高烧啊 你不只说孩子那个感冒吗 我吸一个小小的感冒 家里有感冒药 你就给她吃上去完事了嘛 我在外面还有这应酬 还没完事呢 她总给我打电话 我就不好意思 我就关机了 后来我左等她也不回来 右等也不回来 没办法 我只能背着小的 带着大的 然后我自己去的医院 那后来完事我不紧接着 我就赶过去了嘛 那你去了大啥呀 等你去的时候 孩子点滴已经打上了 然后孩子烧也退了 喝得满是醉晕晕的 你说她去当父亲还有责任吗 孩子有病你都不管 家里什么事都不管 你就只是在外面喝酒应酬 你这个知道闺女发烧了 那么疼她就推不掉啊 还非得 当时她妹跟我说是孩子发烧 她只是跟我说孩子感冒了 你赶紧回来吧 那就赶紧回呗 那我心孩子感冒 家里有感冒药 你给孩子吃点 我打扰我就回去了嘛 我刚才就是这么听下来 大概听明白了 在没去县城之前 日子过得还不错 对 日子过得挺好的 什么事都听我的 到城里有多少年了 到县城 现在得有七八年了吧 就这七八年的日子 过得不好了 自从进了县城以后 她交的朋友就多了嘛 然后就成天在外面喝酒应酬 然后家里什么事都不管 当时到县城是因为孩子 要想到县城去读书 对 就为了给孩子 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嘛 那你现在觉得是 到县城对还是不对啊 我觉得孩子学习环境是对 但是他的性质变了 主要变就变在愿意应酬 对 对 喝酒 家里什么事都都不管 你看我今天就是在外面运输 接触着司机啊 朋友 你肯定没事约你出去吃个饭 很正常嘛 一个礼拜在外面待几天吃饭 这个也不一定 但是 平均 大概一周也得有个四五四 三四四那样的 是吗 对 好 那您今天来这 是让老师们修理修理它呢 还是真不想跟它过 不想过了 真就不想过了 没法过了这日子啊 你还想过吗 我当然想啊 真想过啊 真的想过 他要想过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不想跟他过了 没有 对他没有什么要求了 没有什么盼望了 对他 哎呀 他还莫过于心思啊 真是不过了 三位为难你们了啊 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没关系